哈喽大家好,我是战斗机公司的CEO小表妹 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去庆祝怪物,怎么说 你这战斗机行不行的 我怎么可能会自杂招牌呢,待会就示范示范 既然在外太空带了这么多好东西回来 看看能不能做点不一样的武器 就这个荧光球,对生物可以使用附加荧光Buff 有个啥用啊,是要闪一些晚上间飞翔 不知不觉这么快就到晚上12点整了 前面有只长毛猎手,用荧光弹丢过去 哇塞,只见一群战斗机争相抢动 难不成这战斗机喜欢吃我手上的荧光球 再来试试,把荧光球丢到怪物身上 这群战斗机嗅到了食物的味道,一两口就啄死了 那我就更加有底气的把我公司总部扩大了 还以为要做规问生意呢 我的地盘最大也就只有20x20左右 所以我就定于荧光块继续扩大我的地盘 想扩大地盘得问问我们同不同意 怎么你们还不乐意了是吧 来啊来啊,一口去丢肉质,要问时就来阻止我 杀了我的小鸡仔们 你高兴的太早,看看你的后面 哎,我居然派出了爆发弹炸我的地盘 有什么事冲我来啊,炸我的地盘算什么好汉 风风波波又一年啊 你们这群坏家伙,谢谢于你们在扩大我的公司 看你的长毛厉害还是我的鸡仔厉害 哈哈,既然是公司了,怎么可以没有公司的入口呢 拨一个长长的荧光大道,直通我的公司总部 听钟音量啊,怪我也收退啊 你看小后的大道都给我扩好了 一直到达我的战斗机总部,怎么说小伙伴们 长毛和野人算什么 有本事就去地狱挑战熔岩两兄弟啊 这可是你说的,待会拍拍咋脸啊 我这就在地狱那开头和分公司 怎么还是这个小岛,四处都是岩浆 看来还得做一个地狱荧光墙啊 就搭到前面的小岛去吧 莫德罗快有一千米长了,慢慢搭过去 这热气腾腾的我都会在这里变成烤鱼了 烫死我了,可见是危机重重了 这地狱荧光墙还没开通呢 却有怪物慕名而来了 喂小屁孩,此路是我看 要想从此给我交钱了 你说谁是小屁孩,战斗机启动 怎么一动不动啊,都快变成烤鸡了 原来荧光球才是他们的出众 终于过到这岛上来了 这里的怪物好像蛮多了 来个清除计划 一百只铁攻击,惹死你们这群荣岩两兄弟 上岸鸡哥们,场面十分混乱 不过好在我们基多力量大 轻轻松松解决了一大波怪兽 这怎么还有两只啊 脚灭他们,一击一口把他们往火壳里面推 又来一大波荣岩两兄弟 七十七凶的走过来 看来他的目标是想去我的主世界了 不过第一云光桥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奈何桥 就这么多的赌桥鸡还想过来 先留下一堆经验再走吧 哈哈,现在就让你们这群荣岩巨胜 试试炮在银礁里面生不如死的感觉呢 怎么说,我的战斗机公司也不是吹牛的